学这个专业有什么用 这个疑问如影随形 困扰着每一个踏入文科领域的学子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他们往往只能无言以对 唯有自嘲文科无用 10月8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官网发布 关于你撤销英语等六个本科专业的公式 消息一出 文科话题再次冲上热搜 无疑 这给本就兵荒马乱的文科生们 又悬上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键 无独有偶 近年来清华大学前有停招新闻学 会计学本科 后有压缩文科博士生规模 这两所理工科大学风向标 近年来文科贫疲瘦身 无疑是一颗深水炸弹 引发关于人文社科建设的种种猜测 撤销文科已成大事 无用文科高校叫停 一批文科专业被叫停 据教育部官网信息 我国文科已涵盖哲学 经济学 法学 教育学 文学 历史学 管理学 艺术学 共八个学科门类 今年上半年 教育部发布 2022年度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备案核审批结果 决定撤销925个本科专业 撤销专业数 再创历史新高 而这其中 公共事业管理 公共事业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市场营销 社会工作 行政管理 日语 教育学等文科专业高校 撤销数量 均未居前列 文科被撤 屡屡上言 但这批被撤销的文科专业 并非无辜躺枪 3月 教育部等五部门 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 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 就调整优化高等教育学科专业 设置工作 做出部署安排 其中明确 到2025年 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 学科专业部点 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 新产业 新业态 新模式的学科专业 淘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 学科专业 而这一优化改革 早在2021年 国务院在关于印发 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的通知中 就已提及 要求优化高校学科专业布局 及时减少 撤销不适应市场需求的专业 中科大的撤销之举 正是在回答时代之需 不断优化学科专业 力争打造高等教育的中国范式 与此同时 一大批文科机构 也难逃被清理的命运 近日 三峡大学发布 关于调整优化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通知 决定撤销十三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而在此之前 文科机构的清理知识于郑州大学 浙江大学 湖北大学 贵州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 常州大学 燕山大学 西北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桂林理工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等高校频频兴起 高校利用整顿清理的时机 剔除冗余 聚焦优势 对那些名存实网的僵尸机构 纷纷出手 对潜力股给予资源支持 全力铸造人文社科研究高地 撤销专业 清理机构 不仅是对部分无用文科敲响的警钟 更是对新时代需要文科振兴的有力回应 一场关于文科的变革 愈演愈烈 文科振兴高效发力 新文科来了 2020年11月 教育部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 对新文科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 宣言强调 文科占学科门类的三分之二 占专业种类和在校学生术的半壁江山 文科教育的振兴 关乎高等教育的振兴 做强文科教育 推动高教强国建设 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 新文科建设刻不容缓 在此背景下 众多高校紧抓契机 在新文科建设的道路上 阔步向前 院系调整 重塑格局 有成立 也有撤销 9月 哈尔滨工业大学 宣布成立人文社科学部 法理新文科 优化学科布局 加强资源整合 完善文文 文理 文工交叉育人模式 7月 另一所以 理工建长的大连理工大学 宣布撤销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 组建人文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 高等教育研究院独立设置 助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从学科走向学院 2022年12月 浙江大学召开第五次文科大会 宣布成立浙江大学文学院 历史学院和哲学学院 而此前 三大学院 几是原制大人文学院下的 三大学科 撤机构 打造学系 2022年10月 重庆大学优化调整文科机构 决定撤销原有的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历史学研究中心 和哲学研究中心 正式成立 中国语言文学系 历史学系 哲学系 今年4月 重庆大学在博雅学院 办学十周年基础上 升级成立博雅书院 标志着重庆大学基础文科人才 培养的新里程 文理渗透 各取所长 新文科 新在哪里 文理交叉 正式答案 随着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浪潮的奔腾而至 文理之间的界限正逐渐打破 学科交叉融合 逐渐成为大势所趋 越来越多的高校 把新技术融入哲学 文学 语言等诸如此类的课程中 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 山东大学作为全国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的依托高校 不断开拓基础科技 科技考古 社会信息学 计算法学等新兴领域 打造了一个又一个文科金砖 南京大学在数字人文试域下 新增数字经济本科专业 建立计算机与基础工程双学士学位项目 得与法学双学士学位项目 成为江苏省首个获批双学士学位项目 撤销英语专业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一时间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文科杀手 殊不知 早在今年5月 学校召开科技人文学科发展研讨会 成立了科技人文高等研究院 和新时代科技创新思想研究中心 坚持走科字当头的特色文科发展道路 这是中科大新文科建设的最有力回应 迢迢交叉新路径 正在铺就新文科的康庄大道 联盟高地引领文风 新文科建设征程中 各大高校抱团也是互惠互利 共同进步的一步 2023年4月 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复旦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南京大学 清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同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9所高校的创意写作机构 发起倡议 成立中国大学创意写作联盟 北京大学曹文轩教授 担任理事长 而该联盟的成立 成为我国文科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实际上 2020年 由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华东政法大学 武汉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对外经贸大学 吉林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南京大学 浙江大学 厦门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山东大学 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 等17所大学 共同发起成立的 法学教育创新联盟 成为我国大学新文科建设的首个联盟 联盟有高地 人才有高峰 近年来 设立文科院士的呼声日益高涨 尽管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文科院士这一制度 但众多名校 已相继实施文科资深教授制度 作为校内面内文科教师的最高荣誉称号 黛玉等同于院士 多座病局 繁荣文科的号角已经吹下 所以文科无用了吗 不 文科无比强大 所以文科消失了吗 不 文科欣欣向荣 求木之长者 必顾其根本 预留之源者 必俊其全源 没有人文底蕴的润泽 培养出的人便少了某种根基与源流 文化 价值 精神 这些看起来与钱 市场 收益无关的东西 实际上正是滋养一个人 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的根本 这既是大学的育人使命所需 也是我国坚持文化自信的意义所在 希望新文科建设的东风 能够驻各大高校乘风破浪 开辟文科教育新行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